日震当头7月热度民众有感 根据卫福部通报的 急诊就医资料显示 今年截止至7月15号 因热伤害就医的人数 就有470人 为去年同期的1.6倍 面对24节气大暑即将来临 农民在这样的酷热环境下工作 不外乎遮阳 补水 休息及留意身体 不过出现以下症状就要留意 静卵 水肿 甚至就是没有办法呼吸心跳正常 混沌到最后高温40度以上 那死亡率非常的高 然后这里可以学 国健署气象局及中研院 推出乐活气象APP 从健康气象单元一点进去 热度指数大于34度 中暑相关的热伤害就会急剧增加 农忙除了动作设备做到位 像是遭到热伤害 申请农民职业灾害保险 也是保障之一 是34度以上 就是健康风险增加了80% 其中的话 那个老年人 就是老农啊等等的这些的话 可能是化死到90% 所以年老的农夫的话 我可以在外面曝晒 那他的健康风险就会比较高 在这里面其实也包含了 连接所有各地的这个医疗的院所 原来设计的构想是一个非常 贴近民众生活应用的一个APP 一方面去获得基础的知识 另外一方面他也可得到预警 农民申请执灾只是经济补偿 重要的是防范于未然 避开一天最热的上午10点 至下午2点时段 国监署表示应用程式开发 更重要的是提供给物农家庭的成员 留意外出家人工作状况 才能避免热伤害发生 人家维系经家梁海谣 台北常播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